美国在大洋彼岸的加息或者减息 为什么会影响到我们这些生活在东方的中国人 首先我们都知道中美的话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 一个一直都在走着量化紧缩 也就是说QT 想让美国这种通胀降下去 然后呢中国一直想走这种QE量化宽松 让我们的居民带动起消费能力 带动起整个经济的活力 所以说美国一直都在加息 中国一直都在降息 那么为什么全球前两大经济体是相反的呢 然后欧洲其他的国家都在随着美国逐渐的加息 这又是为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美金 它可以说是这种全球结算货币的这种头把交易 它在这种SWIFT的系统里 它的占比现在还维持在58%到60%之间 可以说它绑定了很多的这些交易产品 比如说石油黄金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持续保值的东西 然后历史上美国的每一次加息或者降息 都会影响到全球市场 也就是说大家所谓的美元抄息 那么美元加息的时候呢 它会导致不同程度的金融震荡 1993年的时候 美国加息造成了墨西哥爆发债务危机 然后95年美国加息又造成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最后呢这种97上大家所知的什么索罗斯席卷了这种压轴四小龙 然后2001年的时候美元加息继续的影响到了阿根廷的债务爆发 当然阿根廷这个国家 其实你如果加息减息的话 对于他们普通来说 它都会去爆发危机 可能说有它自身的本身的原因 然后到了05年06年的时候 美元继续的加息 美国爆发了四代危机 然后15年的时候美元继续再次加息 然后心惊市场的危机 可是随着每一次美元加息完以后 那么它就会随着这个市场的反应 它继续的才去降息 也就是说失去的走了一个波浪的形状 就是它通过它的放水 让整个全球都被收割 也就是说美元美金洒出去 可以理解为它当它的水流小的时候 它可以滋养万物 但它突然之间把水放大的时候 就会席卷就会摧毁 摧毁很多这种脆弱的经济体 然后当它持续的把水抽走 那么很多国家就没有水了 没有水以后那些国家就会干枯 甚至可以说会过得很惨 有了一些中小国家 开放了这种自由经济的 这来回对外的贸易 你会发现它们持续的 是被美国所去控制的 那么首先第一点 我们都知道全球不同的国家 它发展的水平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每个国家的经济也是不同的 那么它们就会有息差的一个套利 现在中美的息差是161个BP点的差值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呢 这里就是每个国家不同的政策 它想吸引不同的资金去发展自己的国家 然后通过它不同的发展 那么我们就衍生到了 如果同样你有1亿的资金 那么你现在存在中国 可能中国的国债是2.51亿的收益率 但是如果你存在美国 现在你可以拿到4.1亿 当你的资金无限大的时候 资本都是会用脚走路的 所以说它肯定是去往高处走 往利息给的多的地方 当美国持续的加息 甚至都已经加到了现在这种状态 也就是美联储平均的这种5.25到5.5的利率 它已经超过了很多一些基础的 中小企业的加工所赚取的利润 因为你要知道 你存在银行是这种无风险的纯利率 但是你作为一个加工企业 你又需要支付员工 又需要采购成本 然后对抗这种外在的冲击 再有这些整体的订单 很多的时候你不一定能赚到 比5%甚至6%更多的钱 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很多资金的出逃 所以说它也就是衍生出了另一个问题 外汇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是有外汇管制的 每个人每年可能只能换5万美金 当然除非你有这种对外的公司 或者一些其他的途径 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引申到了一点 如果外汇是自由流转的 那么所有的资金 全球任何一个资金 永远都只会去往高利率的地方去存 因为它随时的去提取 可以保证它无差别的这种马上回还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每个国家都会有外汇的管制 那么我们国家为什么在以前 也就是说1819的时候 把这种虚拟币的资产去封杀了 就是因为它可以很容易的绕过外汇监管 通过这种什么BTC ETH或者是USDT 很快的就把你的资金 从国内转到国外 这也就是为什么17年的时候 记者当时有四大财团 一直去国外买买买 最后被处罚以后 你会发现那四大财团到现在 都没有缓过来 然后利率这个方面呢 其实它涉及到的很多 然后也会有一些吵家呢 会选择去炒利率 可是呢 它会有杠杆 所以说我不推荐我的粉丝朋友们 去碰这种外汇的交易 然后都已经聊到这里了 很多的朋友还觉得 那外汇升降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生活在国内 那你要知道一点 我们是进口大国 也是出口大国 所以说如果美元潮起持续的增值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属于输入型的通货膨胀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进口外面很多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加工类的国家 你需要进口很多的原材料 而且你这个原材料 它很多的国家不是以人民币结算 跟你去做交易的 它是以美元计算的 所以说当美元持续的升值 加息强美元指数103104 你的人民币现在是7.2的汇率 如果人民币跌到8 你到最面需要买 你不总这种铁矿石 或者黄金 或者是这种芯片 任何的东西 你都是要去以美元去结算的 这种情况下 也就意味着 你支付的成本会越来越高 你支付的成本高了 那么你对于整个的出口 你就没有多大的优势 所以说大家就会发现 基础的这种员工 他就会想尽办法的 去苛扣你员工的工资 从你身上可以压榨出更多的利润 然后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两种解决办法 一种办法就是 你不进口外面的大宗商品 你自己国家自己挖 但是你有一点 你挖完了以后 你的资源就没有了 资源不是可以无限再利用的 所以说我们中国 即使是粮食出口大国和进口大国 我们也需要从外面去买大豆 或者买各种东西 因为很多的东西 不是能自给自足的 所有的大家都是处于一种交换的状态 金融或者经济 其实就是一种交换 很多的时候 你觉得这些做金融的真高端 其实他们只是一个 撮合的交易的中间商 他们找到一些有钱的老板 找到一些有资源的人 把这两项撮合在一起 成交了 金融赚到了一部分提成和中间利润 可是当整个经济不好的时候 当这种持续的盈利能力变弱的时候 他们就没有什么能力 可以做到这些 所以说金融就开始降息 现新 很多的时候 还甚至一些违规上市的 披露的 甚至还会追回这种各种奖金 这个都是真实发生和存在的 然后这里又会有的人说了 那美元加息 我们人民币升值不行吗 这样不就等于对冲了吗 首先你要知道 单纯的一个国家的汇率 不单单是说 你想加就想加 你想降就想降 这个是需要得到全球的认可的 你要知道 美国现在掌握的是科技 所以说他们加上军事和科技 引领着全球的经济走向 但是中国如果突然之间加息 你只是一个生产型企业 你加完了以后 你想去出口 你就很难 你没有出口 你就等于国内相对来说 很多人的实业找不到工作 这个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不是说你想加息就加息 你想降息就降息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看到 欧洲是一直随着美国的 这一个汇率去走的 但是你会发现 欧洲人民生活的 一直都在水深火热 可以说他们的生活 在以前很幸福 但是现在随着整体的这种天然气 或者石油 或者任何东西 这种疯狂的上涨 加上他们对内的通胀 他们现在的生活 其实真的是很痛苦 可以说他们也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然后呢 我们才看到隔壁的日本 日本一直都希望 让他的日币去贬值 他贬值以后 才能促进他的出口 然后可以给他的员工 开启更多的工资 创造更多的聚业岗位 因为日本一直都是老龄化的社会 所以说这一次从去年年末的时候 日企大部分都给他们本地的员工 去涨了薪酬 并且呢 付了一个很高昂的一个年终奖 但是日币持续的贬值 也不是一个解决办法 所以说很多的资本 现在一直疯狂的涌入到日本 要去赌日元加息 可是所有的东西 哪有那么多摆在明面上的 很多的金融东西 全是会有突然的风险的 如果你把控不好 这些突然的风险 那么你就可能 你的投资就永远都是失败的 随着整个货币呢 贬值以后会造成第二个后果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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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